路口一个白色的格子 原本超出停止线 已经在车道上了 这是机车带转区 还是机车带撞区呢 车辆经过只要是外线 几乎都会压过这个框框 轻时路口带转 也停在白框格后方 谁傻傻停进去 是要给撞的吗 这是位在云林斗六 明德路和大学路的三叉路口 突出的机车带转区 有如地雷陷阱 没有骑士敢停进去 很多你看那个划线的地方 都是第一次铺好之后 它又吐销掉了 然后最继续的事 马路状况多 还有驾驶在斗六市 中山路中华路口 停等红灯之后 看到绿灯起步了 但是斑马线上 还有行人穿越车缝跨步走 绿灯行人也是要遵守规则 行人是一名年轻男子 也不管自己的行进方向 已经红灯跨不向前 车辆因为已经绿灯了 也要前进 其他行人则是在路边停下脚步 这状况到底谁对谁错 行人穿越马路应遵守号施规定 误任意穿越马路 并车辆行进行人穿越道 既有行人穿越时 无论行人是否遵守号施规定 应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 行人转红灯罚500 不过警方也提醒 车辆要里让行人 否则依据道交条例44-2 驾驶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不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 可罚1200到6000元 TBS新闻张崇敏 吴淑平 云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